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赛季 辽宁队 表现非常出色 球队在前面比赛中只输了二场 目前高居联赛第一 而且球队在每次面对弱队时 总能大比分取胜 也让球迷对辽宁队非常放心 反观同西队 他们是本赛季 新签约球员最多的球队 但是球员实力并不强 甚至是名气远大于实力 再加上约瑟敷扬的离开 所以同西本赛季的战绩不升反降 一直处于联赛倒数的行列 本场比赛 辽宁一改慢热的坏毛病 首节领先6分 第二节 辽宁在比赛前半段一直保持两位数领先 此后又打出一波 12-5 取得19分领先 不过第二节末段 辽宁陷入得分荒 仅领先9分 进入中场休息 第三节 同西一度将比分缩小到5分 第四节更是一度将比分缩小到1分 但无奈同西 还是差了一口气 最终辽宁顶住压力 以6分优势击败对手 拒绝暴冷 取得二连胜 本场比赛 辽宁后卫郭艾伦发挥出色 全场17投10中 罚球15投全中 全场拿下35分 4篮板6主攻 其中罚球15中15 郭艾伦成为CBA现役本土球员中 首位单场罚球数15球获以上 并且全部命中的球员 这两项数据也是郭艾伦的生涯最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